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诞节是一个和家人和你爱的人度过的节日 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这陆整天梦见你 预大家要好好珍惜每个和家人一起的机会 不过照片里面被妈妈拖着在台上的小姻姨 低着头 没笑容 网民就留言鼓励她 祝她身心灵健康 还有要先爱自己 做自己喜欢的事 负面的事情不要管 等等 汤维甜适夫妻合照到圣诞 七岁女女拿机做摄影大师 汤维和韩国导演老公金泰勇结婚九年 甚少刻意放闲 早前她放上女女Summer陪着外公走公园的背影照 被以为她和老公分隔两地 还爆出分辨传闻 自本月初来香港宣传新书澄清没有分辨 夫妻一同住在北京 今个平安夜 汤维在IG终于贴出和老公填密合照 照片里面不露传相的女女Summer 静抹大口吃着圣诞蛋糕 左下角有一张汤维和老公投贴头 慶祝圣诞的即影即友合照 汤维写一照 照片由七岁的Summer拍摄 她亦有与网民在留言区互动回复 证明她们一家身在北京 不过汤维似乎对女女的摄影潜质更为着紧 留言问剧照摄影师木星Summer拍成点 盧惠光前妻黎淑然烧炭亡 死前一晚BBQ过圣诞 盧惠光前妻95年亚者亚君黎淑然 今日下午在北角住所烧炭自杀 由儿子发现报案 随即被宋院抢救 释返王佛述中年46岁 在黎淑然的IG限时动态里面 昨晚还上载了和家人和朋友的BBQ过圣诞片段 黎淑然和盧惠光在1998年结婚 2006年离婚 二人育有两子 二年分别24岁和18岁 虽然两个儿子由爸爸抚养 但是和妈妈的关系很好 黎淑然经常上载他们和现任丈夫一家一同吃饭的照片 离婚一年后 黎淑然和美容医生老公许智正再婚 当上全职妈妈过着阔体生活 并再生了两个儿子 二年分别16岁和11岁 黎淑然当年拍《古惑仔三只只手遮天》 因为半裸上阵成为街支贺民的压嫂 即使和卢卫光分后 仍有参与拍摄多套电影和有性感演出 再分后淡出幕前 黎淑然相隔21年 在近日播出的ViuTV剧集《法语情有份客串》 可惜已经是她最后一部作品 黄森永到九剪撑Rubber Band唱 大婶和老公黎曼投贴投合照 黄森永昨晚圣诞节到九剪欣赏Rubber Band演唱会 兼赏老公黎曼墙 早前丁富丘的森永心情似乎稍微平复 她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再和黎曼投贴投Sweet爆合照 留言指圣诞节过得很好 感谢Rubber Band带来美妙的音乐 虽然黎曼忙着开show 但合照可以见到她手上带着和森永的结婚戒指 真是打风都打不掉 黄森永在10月27日和黎曼结婚 12月14日被爆她的爸爸离世消息 事后申榮大姐黄森永向传媒证实爸爸指讯 周海眉包姐委托明周代公布 海眉所有遗产安排 室内监控陆障没有痛苦 法医鉴定突发心脏病处死 周海眉海眉在今年12月11日离开 中年57岁 事后海眉妈妈在18日透过周海眉工作室发声明 证实告别式已经低调结束 关于海眉的身后事至今仍然传闻四出 今个星期三海眉的包姐周海盈委托明周代为公布 海眉离世的各项安排 第一对于海眉的所有财产和房产 会按照法律由母亲继承 第二根据室内监控陆像 和经国法医部门的鑑定 海眉是突发心脏病处死 走得安裳无痛苦 第三不会设立任何慈善基金会 海眉生前长期支持的公益事项 待了解之后会以周海眉的名义继续 第四 家人会带海眉骨灰回香港 之后再找合适的墓地 也不会再公开 第五 海眉自养的小动物 已在北京找了她一些 外护动物的好朋友代为收养 第六 希望大家不要再到她家门外拍摄 至于会不会有追思会 周海盈表示 待海眉回香港之后 会再考虑以什么形式举行 最后周海盈带妹妹感谢明洲 多年来对海眉的照顾和正面报道 上流寄生族男星李善君萧炭亡 妻子田卫镇发现遗书 上流寄生族男星李善君 今早被南韩警方发现 在首尔中路区俄龙公园 附近的私家车上自杀 车内留下了炭炉 中年48岁 李善君昨晚离开家后 据知同是演员的妻子田卫镇 发现他留下遗书 就立刻报警 家人不断致电李善君 可惜没人回应 而警方在今天发现遗体 李善君自10月传出吸毒 同不伦出柜之后 好男人形象直线插水 他被指多次在一名夜店 女公关的家里吸食大麻等毒品 他作公时指控女公关欺骗他 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是毒品 今个月24日 李善君再次接受警方调查 当日他对手后的传媒说 会百分百配合调查 当日经过19个小时高度调查之后 李善君才离开警署 想不到他在3天后选择轻生 黎淑然逝世 丈夫许智正和盧慧刚两个儿子 神情哀伤到脸房认识 1995年 亚者亚君黎淑然 日前在北角寓所 萧炭轻生 中年46岁 今早10点多 他现任丈夫许智正与黎淑然和前夫盧慧刚 所生的两个儿子和三名亲友抵达 维多利亚公众脸房办理手续 终人神情哀伤 不发一言 逗留一小时后离开 黎淑然过世前一晚的圣诞夜 他在IG限时动态上载 和朋友在家BBQ的照片 还抱狗狗自拍 据悉聚会到凌晨3点结束 当时黎淑然无异样 但丈夫许智正在早上收到他的短信 《来生再见》 马上赶回不觉如所了解 发现许智岛房间里失去知觉 报警将他送院后证实不致 梁乐妍再晒二胎照 力静2点0 和洪永城次到一个点 梁乐妍在本月6日 老公洪永城生日时 在社交平台公布喜讯 贴出超声波照 宣布怀疑胎 还说腹中胎儿是surface2号 梁乐妍昨天在限时动态 再贴上胎儿照 再次力静2点0 还hashtag似到一个点 她两个在2021年 奉子成婚 大女Ember刚刚在19日2岁生日 Ember一出生就被指和爸爸很像样 家里的工人姐姐就叫她做surface 今胎育产期为明年4月初 已经被妈咪认定是surface2.0 但仍未公开性别 韩国男星李善君 在27日肖炭兴生 今日在首尔大学医院殷儀館举行葬礼 妻子田慧镇伤心同丈夫哭别 原本在海外留学的两个儿子 接到恶号后随即返寒 在灵堂守了两天陪伴父亲最后一程 多位与李善君合作过的演员 包括赵震鸿、薛景球、柳成龙、孔孝珍、金冬玉等 也有出席桑礼送别 桑礼结束后 妻子田慧镇难掩伤感 留下眼泪 与守持父亲围照的儿子 一直跟着李善君的灵救 作最后告别 移往水源是火葬中心火化 梁朝伟、刘德华 《比心五连拍》 《刘甲玲合作画无眼看》 梁朝伟、刘德华等前晚出席电影《金手指》 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礼 刘德华直言 他们两个几十年的合作里 早就结下了心口友誼 会和梁朝伟继续合作 他两个为了满足观众的愿望 现场上演《比心五连拍》 也有到北京的刘嘉玲 今天就在社交网贴上 《韦仔和华仔》 在首映礼上的四张比心照 交足器赴上表情符号 留言无眼看 忍得同片的阿莎和周嘉怡 还有彭于晏、周丽琦和一众网民都笑爆 有网民叫他们两个可以补缺 又笑自嘉玲合作料 不要窒渡等